以为在一起吃吃喝喝玩乐 都没有想到这一层 只想到她在外面肯定有什么事 都没有想到是她 说起这段惨痛的经历 韩女士略显激动 在帮忙记者的询问之下 她讲述了与这位闺蜜的相识过程 她就住在我们前面两项这样子的 因为那次我老公和别人打架 然后她老公就一起追住那个老公 那个人不是拿了两把刀吗 然后她就抱住那个人就帮了我老公 所以慢慢这样认识的 韩女士说经历过那次拉架事件之后 两个家庭很快成了朋友 由于彼此住得很近 两家人便经常的相互到对方家里做客 这时间一长 不但是两家男人之间关系密切 就连两位女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就是平时有什么知心的话 就是说好像你心理上不快乐 我心理上不快乐 你家有什么事 我帮助你 我有什么事你也帮助我一样 就是说从那一次都把彼此当作最知心的朋友 韩女士讲自己老公一直都有在外面找女人的情况 不过由于做生意的缘故 很多时候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韩女士还透露 说其实自己和老公都有过婚史 由于看到对方经常在外面沾花惹草 因此她和老公只是办了婚礼 但没有领结婚证 但这些表面上的瓶颈在上个月被打破了 她发现老公居然还和自己的闺蜜有特殊的关系 这让韩女士再也忍不住了 她们其实早就在那请问 28号走 28号那天她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就在那个对面的美乐酒店开了房 然后她老公就摇威胁 就摇到他们 就找到他们 然后他们都不开门 然后她就把那个门打烂了 进去抓到他们两个人还在一起 她们现在都还在一起 韩女士告诉帮忙记者 当确认老公跟闺蜜好上之后 她曾多次找老公理论 直到后来老公连她电话也不接了 不管我们怎么找 你说什么她就回我 我是跟她在一起怎么样 你想怎么说都怎么说 就这样来 就说我是纯女人什么什么的 如果以后见我一次就砍死我 就打死我 你看这是她跟我发的 发的什么 有这样无情的老公吗 就是她在威胁我的信息 接我一次就会打死我一次 自己背叛我还要这样 是闺蜜的老公李先生一露面 首先让人注意到的 便是她脖子上已经结痂的斑斑伤痕 说起受伤的经过 这位无耻多高的男人是面露难色 正好那天他们 我在那里找他们 找不到他们人 我正好在那里收拾了个附近的群 收拾到我老婆就在一百米之内 我就在找 找到那里正好只有一个酒店 我走进去 他们叫他们开门 他们不开门 我把门踢了 进去的 进去他老公就拉 那男的就打我 两个人打我 把他打的这个样子 李先生说 自己是被老婆和他的情夫给打伤的 那么他又是怎么怀疑上 自己老婆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呢 并且还那么巧合的通过微信 搜索到他老婆的踪迹的呢 因为有几次 我老婆在那里聊微信 聊微信就是跟赛利先生在聊 但是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老婆立马就把他删掉了 我就在反映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抓到证据 就这样 虽然没抓到老婆出轨的证据 但是这件事情就像一根钉子一样 扎进了李先生的心里 他开始暗地里是搜集老婆出轨的证据 直到有一次老婆告诉他 自己要回湖南老家 因为这一次我老婆回湖南 回湖南的话 他说他在刘洋去玩去了 但是他的手机是深圳号码 我们要跟他交发费 因为我的发费都印了一百多块钱了 一百将近两百块钱了 两百块钱发费了 他的还一直没交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在深圳 没有人跟他在深圳这边交发费 我就在反映这个事情 李先生讲 老婆的话费一直都是自己给交的 如果老婆真的离开深圳 那么手机早就没费了 然而根据他掌握的情况 老婆的手机一直都在使用当中 这引起了他的警觉 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 他还特意跑到老婆情夫的店铺 这附近是调查情况 李先生告诉帮忙记者 发现老婆的手机就出现在这家酒店之后 出于直觉 他便确认老婆百分之百就在这家酒店开房 发现老婆和别人开房之后 李先生气都不打一处来 结果情急之下 将门给撞开之后 反而被对方给打了一顿 被对方打伤之后 李先生是赶紧拨打电话 报了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协议书上 记录了李先生被打的检要经过 基本印证了他的说法 李先生讲 虽然自己捉肩在床 派出所的调解书 也记录下了他们两个出轨的证据 然而 他们两个人在派出所调解的过程当中 竟然说自己和韩女士有错在先 现在他们反过来说 我们两个人 我跟他老婆有关系 要现在搞人还打死我们 现在我们变成了 我们现在两个手细还不好说 从韩女士和李先生口中了解完情况之后 帮忙记者试图拨打韩女士老公和李先生老婆的电话 然而 无论如何双方电话始终是没法接通 针对整件事情 法官天下嘉宾律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方将另一方打伤的话 另一方伤成如果达到了轻伤的标准 那么就可能涉嫌到刑事犯罪 如果没有达到轻伤 就只是一个治安案件 受伤方可以要求对方 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中涉事的男女双方属于一种通奸行为 虽然尚不够紧刑事犯罪 但是有违社会斗德 这种行为并不值得提倡 而且还应该受到斗德的谴责 感谢观看